土耳其揚言制止芬蘭和瑞典 究竟他講了什麼內容,令北約東方增添了變數 瑞典和芬蘭都是有意打破長期中立,申請加入北約 北約成員國之一 北約接納新成員國的加入,必須要原有的成員一致同意才可以做到 兩國漠視俄羅斯的嚴重警告同時,當大家都以為這場席捲歐洲的政治風暴 將會催起時,突然殺出土耳其,消息了大半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昨天表明對於這兩個國家加入是不抱正面的態度 批評舊屆政府在1980年接受希臘重新加入北約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說雅典加入之後恢復對安卡拉的敵意的態度 土耳其方面不想再重現當時錯誤的決定 這裡要提的是希臘和土耳其是一個基本上世仇的國家 為什麼呢?因為希臘和土耳其都對伊斯坦堡是情有獨鍾的 對希臘而言該處的原名就是軍事坦丁堡 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或者又稱之為拜占庭帝國的首都 對土耳其來說是控圖曼帝國征服東羅馬帝國開啟委頁的篇章 兩國在一戰結束後曾經因為領土問題爆發長達三年的稀土戰爭 所以俄烏戰爭在我們經歷了和平時代比較久的 我們不要說一些小型的戰爭 這種大型的地域性的戰爭 我們都比較少經歷的 我們少經歷的話 看起來好像澳戰爭打了三個月都差不多好像很長的時間 但是歷史上有很多戰爭都是持續不止三個月的 只不過是大家本身期望 計成了曾經霸主之一的蘇聯大部分的冷戰遺產 俄羅斯似乎沒有在這場戰爭上打出一個大國的風範 說到埃爾多安他批評 北歐國家嚴語恐怖組織的賓館 諸如富爾德高人黨和革命人民解放軍陣線 在荷蘭和瑞典直根甚至擠身當地國會 土耳其對這些國家沒有可能持一個正面的看法 說回前者,惠德高人黨追求惠德族的獨立 惠德族散播在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朗等地 曾經被美國拉攏 去對抗中東的另一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但是很明顯 都是過橋秋版用完即棄 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期間 土耳其軍方在未告知伊拉克的情況下跨越邊界 突襲這個惠德高人黨的基地 所以大家看到美國針對一些恐怖組織或極端組織的定義 都是按他自己撤身的需要 另一個就是我們新疆那種極端組織 都是按他需要的 當時911的時候 他就將不知東特決還是東特決的組織 列入極端組織 然後為了要對付中國威脅 他就抽出來 所以美國對於極端組織的標準 可謂按著自由民主 或者他的戰律需要 去定義 說回後者 土耳其國內的極左政黨 曾經發動多次針對當地政府機構的襲擊 彭博新聞分別引述瑞典外長林德 以及芬蘭外長哈維斯托 說土耳其反對令人感到意外 林德威說土耳其事前完全沒有預兆 哈維斯督促希望大家保持耐性 說自己正在跟土耳其方面溝通 美國政客新聞網就說暫時不知道 阿爾多安這個舉動這麼張揚 是不是純屬一個擺姿態的態度 美國歐洲及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 唐佛尼德也說 就著阿爾多安的言論 美國正在努力去釐清 土耳其的立場 有關議程 在這個星期尾 就會在柏林居人的北約 部長的會議 討論 到時 土耳其 瑞典 和芬蘭等國的外長 也會出席 路透社就說 儘管土耳其加入北約有七十多年 應該是一九五幾年 都是贊同北約東曠 但礙於新成員國的甲要獲得舊成員國一致同意 土耳其的反對可能會給瑞典和芬蘭帶來麻煩 事實上除了土耳其之外 北約的匈牙利和總理歐爾班都一直被視為歐洲的親和派 相信大家都會 與其兩人 埃爾多安和歐爾班有機會一搶一禍 拖延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這個會否是普京的另一類外交戰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當然 拭目以待 昨天我曾經也討論過 芬蘭和瑞典就算未加盟 其實過往已經是對俄羅斯 陽奉陰為 主動成為北約的夥伴 兩國是列席北約很多的會議之餘 有部份的武器都是跟北約的國家是相通的 加入北約成為正式的成員國的最大好處就是 希望當他們國家遇到 襲擊的時候 其他國家全體可以共同攻擊 希望這個北約的原則 是適用於他們的領土上的 看完這則新聞再次能夠總結 國際政治第一 國際政治一日都嫌多 當大家關心芬蘭和瑞典會否加入北約 埃爾多安就殺出來說了一句 你說他 抬高自己姿態又好 說了一句 令到局勢放緩的說話又好 你說他這番說話有沒有跟普京有關呢 我說沒有你都不相信 所以 他突然這樣說 總是事出有因的 第二就是北約並非 鐵板一塊 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經說過 北約正經歷老死亡 沒有太多功能 當時 盧森堡外長 向阿塞爾博恩公開聲援馬克龍 就說他的說法95%都是對的 美國基本都是利用北約去拿取自己的利益 土耳其近幾年都是類似的 反而其他定期交錢的成員國 就被人扔在一旁 沒有人問津 相反 埃爾多安那時候 路暢就說 李馬克龍應該自己先檢查自己 腦死亡 好笑的就是 面對俄烏戰爭的爆發 不好意思 面對俄烏戰爭爆發 馬克龍就改口 就說北約就得到一次的電擊 一次的覺醒 土耳其就好像不是了 相反他好像拖大家下水 他一方面 早前指控了希臘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 去操控這個老虎會 抵制老虎會的軍演 現在又跳船 在另一方面就跳船 跟美國唱反調 你說 阿爾多安是否在引證 這個 馬克龍的 不弱症 慢入腦死亡 這個說法 大家就 判斷了 這個真是一個 挺有趣的現象 然後 說第二個話題 就說 美國有參議員 阻撓美國通過400億美元 對烏的援助方案快速通過 5月12日美國參議院就打算借助一致同意條款 以不經過議員辯論的方式 快速通過向烏克蘭提供 創紀錄近400億美元的援助方案 由於兩黨領袖都不接納 立肯塔基州的共和黨參議員 蘭德保羅的建議 任命一名特別監察長去監視 審查這筆資金收入的情況 因此蘭德保羅投下了反對票 阻止通過了 從新聞的說法 其實我們都看得出他都是想說 特別的監察長 去審查資金的使用 我覺得 有什麼不妥呢 不知道是不是 議員擔心 這樣做會拖延 這些錢落到烏克蘭地區的成效 可能會遲了 還是純粹是這筆錢 就是花錢用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當年 維基解密的創辦人 阿桑奇曾經這樣 形容 美國的阿富汗戰爭 就說美國 不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 而是想打一場無盡的戰爭 將 從美國和歐洲稅機 拿出來的錢 就洗乾淨 再帶回自己的口袋 大家知道 軍方 或者某些 軍功福合體 其實都跟一些 國會議員是有聯繫的 早前有一則新聞說 河烏戰爭爆發後 原來有很多人 議員有買了軍功福合體的股票 那些什麼雷射 他們都有買的 你想想 是不是會給人的感覺 究竟你們這群人是否想 賺這筆 戰爭財呢 說回 難得保羅 他面對外界的質疑 他被人說 他偏幫俄羅斯 保羅就說 他就職的誓言 是向 美國的憲法作出 而不是 向 其他任何的國家 無論這項的事 就說 胡烏法案這個事 負有同情心 不好意思 我的就職誓言 向美國的國家安全著想 我們不可以通過 摧毀美國的方式 美國經濟的方式 去拯救烏克蘭 保羅說 加上最新的一男子的胡烏計劃 美國 將 對烏克蘭的援助 總額 達到 600億美元 幾乎是相當於 俄羅斯每年的 國防預算總額 美國正面臨 嚴重的 通貨膨脹危機 現在再擺大量的資金投入 在俄烏衝突當中 美國人正在感受痛苦 但是國會似乎想 盡快拿更多錢 去增加這項痛苦 大家都知道的 當你賺一大筆錢 這個時候 是一個不適合的地方 還有這些錢 用在烏克蘭身上 美國 他生產武器 他怎樣都會令到 原材料 的價格都會飛漲 或多或少都會令到 價格飛漲 幅度會上升得快些 所以我相信 保羅是想講這個 觀點 保羅也是提醒 其他 美國的議員 蘇聯的解體 不是因為 軍事上 被擊敗 而是因為 他沒有錢 為了拯救烏克蘭 大家都想美國 走向 這個未來 其實 鐵開中國人 的身份 去討論這件事 難得保羅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為什麼 第一 過多投入 在俄烏戰爭 是會影響 美國 在印太地區的投入 尤其 在東盟等國 大家看到 美國宣佈 跟東盟合作的錢 都不夠中國 跟東盟做生意的 幅度 所以給人的感覺 是他沒有誠意 去參與這件事 前新加坡 總理李光耀 大家都覺得他 經常有 寓言的說話 他說 21世紀 是一個 太平洋區域 主權的爭霸 因為那裏是 全球經濟 成長的主力所在 世界領袖 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要有太平洋的霸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呢 就是 李光耀 都溫馨提醒美國 就是說 美國如果你要在太平洋競爭 就絕對不可以令到你的 財政赤字 和美元 突然發生危機 如果出現 無論是什麼原因 大家都認為你美國 沒有辦法去解決 並開始拋售的話 這個將會是美國 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泰國投入在烏克蘭 可能會 令到他 將來去應對 他所說的中國威脅 資源就會少了 第二就是 大家都知道 美國正在陷入一個 嚴重的通脹 和供應點的問題 這些都是美國人關心的 譬如美國正經歷 奶粉 譬如其中一個 缺奶粉的危機 零售數據追蹤機構 Data Sambri 就說 5月的第一個星期 全美範圍內 有很多地方的嬰兒的配方 奶粉的缺貨率 上升到43% 有很多美國家長 就要開車 駕駛幾百公里 上百公里 一百公里 前往其他州份 去找嬰兒的奶粉 美國多家零售商都宣佈出台針對 嬰兒奶粉的限購措施 共和黨的會議主席 埃里斯斯特法里克 直言 奶粉的短缺 這種情況 不應該發生在 美國身上 說這是美國 不是第三世界國家 美國一週週刊 網站在5月12日 也報導 有57名美國眾議院的共和黨人 在今個星期都投票反對向烏克蘭提供 大約近400億美元的一男子的援助計劃 這個表明民主共和兩黨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共識 開始出現了一個初步的裂行 報導說 拜登鷹派的立場 將會日益成為共和黨的攻擊目標 就好像他從阿富汗撤軍的 假派的立場一樣 一週週刊也說 美國大多數人都是支持 烏克蘭去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有人說是侵略 也有人說是特別軍事人 但是當我引述他們的說法的時候 我也是會用回侵略這個字 因為始終他們的角度是侵略 這個情況不太可能會很快改變 畢竟他說 入侵俄羅斯人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在吸引美國 公眾方面表現出色 美國公眾也很本能地站在 受害者那邊 一週週刊也說 在密枝 区乏 麻煩不斷的時期 這一種支持 美國式的支持 不太可能是一種無抵動的支持 關於美國的烏克蘭政策 有些問題需要去問 如果國會裏面有越來越多的共和黨 開始 提出對拜登這方面的質疑 他們也不感到意外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看完這宗新聞都感覺到 隨著其中選舉 美國的兩黨政治之間的爭吼 是會更多浮上水面 我試想一下 我現在站在共和黨的角度 如果你是要跟選民說服他 叫你去支持我 共和黨的參議員或眾議員 你想想 如果要被鷹派在烏克蘭的立場 你不可能是救拜登 來的 如果你要鬥 軍門烏克蘭 為什麼我不投拜登 要投你共和黨呢 相反共和黨很可能 在接下來的議題上 是會打民生派 甚至在緩污的問題上 是希望 美國的錢 不是投入那麼簡單 而是怎樣更加聰明 更加有效率 投入 我相信這是其中一個 共和黨 接下來其中選舉會打的派之一 這就是我 今天的時事評論分享 如果說得有不好的地方 都歡迎大家指正 希望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讚好和分享 多謝大家 進行 index 付印 來 大家 按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